哈喽,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支Vetrox 这支是一个好谷来的哈 首先呢,它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底部的这个盘整区 现在形成一个更高的一个盘整区 就是下面有一个箱子 准备要去形成更高的箱子 这个当然是好事啦 基本上它是在这个区里面盘整 就是大概是在7块半到8块2左右 这边盘整 现在它已经是超近8块钱 要去挑战这个8块2 这个阻力 追的话就有点高了 因为我认为呢 它之前是 这边是建立一个箱子 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箱子 新的箱子的顶部呢 可能就是大概是在8块半左右 所以去追的话就好像有点追在这个箱子的顶部 个人认为它应该会回到这个箱子底部 再来一次 这样的行程 就好像之前这样子 所以如果要追的话呢 就追在它在箱子的底部的时候 再打算要不要买路 它箱子的底部大概在那里呢 可能就这个7块半到这个7块7左右 所以就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买在这个价钱 但是一定要是青色蜡烛 你可以看它之前这边就已经是弹上去了 这个价钱大概就是7块7到7块8 现在是差不多8块钱 已经起了2毛钱 而它这个顶大概是8块2 8块3也是2毛钱 所以要买的话就买在这个底部点吧 冷冷线吧 当然这个是长期的啊 如果你是打算短线投机的话 这只股就不很适合 不很适合 你看看吧 一下子都是这样子的 最后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 TEPPOR这个200%均钱 这个肯定就是不可以买路了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